若望末世录 若望末世录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天主赐给他 叫他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 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 他遂打发天使 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 若望便为天主的话 和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 即对他所见到的一切做了证 那诵读和那些听了这预言 而又遵行书中所记载的 是有福的 因为时期已临近了 若望智书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愿恩宠与平安 由那今在西在 即将来永在者 由在他宝座前的七神 并由那原为忠实的见证 死者中的守生者 和地上万王的元首 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愿光荣与全能 归于那爱我们 并以自己的血 解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过 使我们成为国度 成为侍奉他的天主 和父的司机的那位 直到万世万代 阿们 看 他乘着云彩将来 众目都要瞻望他 连那些刺透了他的人 也要瞻望他 地上的各种族 都要哀悼他 的确这样 阿们 我是阿尔法 和阿卧家 那今在西在 即将来永在的全能者 上主天主 这样说 我若望 你们的弟兄 并在耶稣内 与你们共患难 同王权和同忍耐的 为天主的话 并为给耶稣作证 曾到了一座名叫 帕特摩的海岛上 在一个主日上 我在神魂超巴中 听见在我背后 有一个大声音 好似号角的声音 说 将你所听见的 写在书上 送到 厄福所 斯米纳 培尔加摩 皮亚提拉 萨尔德 菲拉德菲亚和 劳迪克亚 七个教会 我就转过身来 要看看 那同我说话的声音 我一转身就看见了 七盏金灯台 在灯台当中 有四人子的一位 身穿长衣 胸间配有金带 他的头和头发 耗白 有如洁白的羊毛 又如同雪 他的眼睛 有如火焰 他的脚 相似在烈药中 烧炼的光铜 他的声音 有如大水的响声 他的右手 持有七颗星 从他的口中 发出一把 双刃的利剑 他的面容 有如发光正烈的太阳 我一看见他 就跌倒在他脚前 有如死人 他虽把右手 按在我身上说 不要害怕 我是原始 我是终末 我是生活的 我曾死过 可是 看 我如今却活着 一直到万事万代 我持有死亡 和英府的钥匙 所以 你应把你看见的事 现今的 以及这些事 以后要发生的事 都写下来 至于你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颗星 和七盏金灯台的奥义 就是 七颗星 是指七个教会的天使 七盏灯台 是指七个教会 五颗星 二三盏金灯台 二三盏金灯台 一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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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盏金灯台 三盏金灯台 二三盏金灯台 一路星 一路星 一路星